活道连环状,阿罗哈翻落边坡 翻落高速公路边坡的客运内一片凌乱 警销人员在客运旁仔细踩阵 中山高南下路段,昨天凌晨发生一起连环车祸 一辆休旅车与小货车先发生碰撞 停在中线与外线车道 内侧车道两部轿车见状立刻减速 但仍发生追撞 而后方一辆阿罗哈客运 也因刹车不急,插撞货车急修旅车后 撞毁护栏翻落边坡 当时客运上共有16人 包含司机吴重坤在内 共6人受伤送医 其中车长小姐吕思琪 右手骨折伤势较重 其余5人仅受轻伤 我是没看到,我是撞到以后 我才看到好像前面有车子 我没有安全道,我那种慌 我什么都没有,我怎么办 赶快抓,赶快就是使命 坐到旁边的那个,坐到整个会掉在空中 我只是因为有过车车 它没有踩,踩着,放置过车台 而另外四部车辆的驾驶与乘客 均黯然无恙 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 仍由国道三队里勤中 宋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